上个月出席活动 他笑称南部有国小 一开冷气就跳电 当时高雄市长陈其迈是义正言辞 没有办法接受被这样绩效 但就在6号 高雄胜利国小 疑似传出了全校 130台冷气机 真的是一开就跳电 甚至还停机了一个月 校长也出面澄清 说从8月13号 市机到9月24号 正式营运状况都很正常 也没有跳电状况发生 不管是在预算资源的分配 都比北部少 然后这个结果还被 柯市长这样讥笑 我觉得作为一个南部的市长 我没有办法接受 高雄市长陈其迈义正言辞 希望台北市长柯文哲别再乱说话 上个月26号柯市长出席活动 校称南部某县市的国小 一开冷气就跳电 没钱脚电费看到很好笑 事后受访也全面否认 没有标题杀人 柯文哲口中的国小 就是左营区的胜利国小 消息传出全校装设 130台冷气机 一开就跳电 甚至还因为用电过载 被台电重罚 但国小校长也出面澄清 我们本来评估是会 因为超过的度是会罚 6到8万 但是从礼拜二的收取来 是没有罚 校长输出7月到10月的账单 7、8月的费用 9万7千多元 90月的则是10万6千多元 都是正常费用 并没有被开罚 当时8月13号要测试电力的总载量 也提早两个礼拜 跟台电申请300千瓦的电量 测试完的结果却是420千瓦 校方原本以为会被罚6到8万元 但事后受到账单 完全没有罚钱 校长同时也澄清 全校用电量只有超载 没有跳电 上个月15号到22号收电费 就有分段试机跟记录状况 9月24号完全正常营运 没有停机的状况出现 虽然校长出面灭火拿出账单证明 没有跳电 师傅也将进行了解原因在哪里 不让学校沦落口水战的要点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